今天开恩哲的说法跟2014年不一样了 今天他说 原本答应赞助我的企业家 在蓝白河破局后 变得冷淡 所以他只有祝福 好好努力 当年也不过十年前 说不要再捐款给我 钱太多了 到现在说企业家很冷淡 你昨天把柯文哲的前世纪争奖 我才知道 原来你对柯文哲已经研究了十年之久 那昨天跟他讲的黄国昌 跟他讲的一字木砍 1400万 当然因为这个所谓的上限的关系 只有509万 加上其他800多万 我想说 这里还几天晚上 一个晚上 一千四八万就在哪里了 你说没有 这个只是柯文哲的尾数 也可以看出来 反而看出来 柯文哲将和日下 对 没有错 那么大家会觉得说 哇 不得了了 黄国昌是柯文哲 那个嘴巴里面讲说 一个人抵五个民众党 你也会得了吗 一个人抵五个 那五个黄国昌就抵25个 他说一个抵我是现在 民众党都五个立委 那人家用什么 这几天用什么东西来 黄国昌要救民众党 救柯皮亚 为什么呢 直播直接讲 那么一个人500块 我们如果一万个人 就500万嘛 那很简单 大家就开放了 小小军款 哇 不得了 从不都冲进来了 冲进来了以后呢 总共有好几万个人 冲进来啊 那最后因为设定的关系 说流量设定了 我不知道军款 为什么要设定流量 你这款应该要 要是我的话 你全部都越来越多越好 好 只能进来500万 然后呢另外300万 是到另外一个 政治签计的互动 总共800万嘛 你会觉得800万很多 很多啊 你错啦 为什么呢 比起柯文哲来 他从2013年开始 选台北市长的募款 这小屋见大屋小钱啊 为什么 他以前募款很多 各位 2014年的时候呢 有一篇报导柯文哲 那时候募款的一个 相关的报导啊 那个标题真的是吓死人了 为什么呢 台湾选局史上第一个人 柯文哲拒绝 再接受募款的 尬死与责任 有人钱不要耶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你们捐太多钱给我了 总共捐了一亿多 他要选台北市长 一亿多 给他你知道吗 选个台北市长 有一亿多 好好 你会说一亿多 他那个吧 第二次连任的时候吧 2018年 中午上线 晚上9点 已经募了 1310万 够多了吧 才几个小时而已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他的募款 我不懂耶 我现在有点疑惑 大家现在都在讲说柯文哲没钱 对不对 不对啊 这跟我从五月看新闻 到现在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根据他们的宣导 三天破了7000万 三天已经破7000万了 三天已经破7000万了耶 三天破7000万了以后呢 那还是五月的事情耶 如果再加上七月啦 然后呢 他的竞神小物又第二波 第三波这样子 不断的募款小物卖嘛 急嘞 对啊 应该照理来讲 我记得有天报道说已经破亿了嘛 钱到哪里去了 对哦 我问你嘛 柯文哲不是说他办活动都是最省的吗 是哦 说民进党和国民党办那个大型造势都是好几百万 他办一场最多也是30万50万这样而已嘛 那我不懂那你钱货到哪里去了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民众党拿了158万多票 对不对 对 五席立委对不对 今年总共拨给民众党7944万又300块 已经拨给民众党了 而且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还有额度 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高宏安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助理公积金事件的时候 高宏安的男朋友不是有捐60万吗 然后每个立委都要捐了嘛 然后每个什么委员都要捐嘛 所以呢 单单民众党的收入7000多万 再加上这些募款额度 够用 绝对够用嘛 不会花他这个钱嘛 但是问题来了 你知道今天 我们说2014年 柯文哲不是说他拒绝再接受捐款吗 柯文哲今天有发布 有关于这个捐款这个事情啊 感动 他说感动 因为有800万对不对 感动 今天柯文哲的说法跟2014年不一样了 今天他说 原本答应赞助我的企业家 在蓝白盒破局后 变得冷淡 所以他只有助福 好好努力 我们有限的资源 能不能撑完这场打这个总统大选啊 奇怪了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真的是外行中的外行啊 为什么 要选总统进井 他事实上早就代表民众党在淡水 不是我要选总统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要收钱了 那时候企业家要赞助 金主要赞助 就该收钱了 还等到蓝白盒了以后 破局以后再说 这些企业家都变成冷淡 都不给钱了 只有口头上的祝福啊 从当年也不过十年前 说不要再捐款给我 钱太多了 到现在说 企业家很冷 但只有口头口慧 而是不会不捐钱给我 这就是柯文哲的魅力 这两天注意到了柯文哲 竟然没有任何的行程 没有任何的造势活动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行程跟造势活动 因为原来他只有plan A 他原来本来想我要寄生在国民党 就像他2014年完全寄生在民进党一样 他要国民党的组织 爱国民党的经费 爱国民党的人 他来打这场的大选 没有想到大家割袍断意之后 完全断了柯文哲未来总统大选之路 而且现在整个尖闭轻眼之后 你柯文哲完全不能动 本来他还寄望说 我去参加国民党立委的这个台子 现在全部被拒绝 开第一枪的就是台中中二选区的 言官横 本来已经安排了 柯文哲要来 结果现在马上封杀柯文哲 现在不但在立委层次里面 我封杀柯文哲 连民众党你提名的11名的立法委员 现在看起来除了蔡壁如之外 国民党全面封杀 在新北的第二选区里面 刚刚讲的有一个李友宜 现在新北的议员已经讲了 根本没得合 因为你的羞辱太过分了 而在高雄第一选区 本来也是要去支持民众党的候选人 现在国民党的议员 马上在登记前马上去登记 登记之后很清楚了 国民党要全力来支持 自己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 也就是现在整个国民党 民众党真的已经完全 残薄高 罪薄牢吗 真的完全尖闭轻眼了吗 要打一场神子战争吗 好 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罗易德 也加入我们的候论 瑞德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我们讲到 柯文哲今天 还怦忙什么 怦忙说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如果一定赢一定输的 我就不用去了 如果在伯仲之间 还超过十席 国民党要思考看看 如果真的要三党 不过败的话 这十几席的区域立委 我们还是要合作的 他到了今天 脸皮还很厚 还要趁着这个脸皮说 这十几席至少让我去蹭一下吧 保险我们都说 柯文哲是妈宝 那妈宝有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要靠家里 要靠家里 都把我穿好好 然后我就享受其成 所以2014年 有人把我穿好好 民进党都把我穿好好 我就只要坐车 我就上去 我就当上台北市长了 对不对 然后2018年 那时候还有台北市政府 这次原本他的盘算是 国民党 你家里家大业大 你只要把我拱上去 我坐上轿子 我就当总统了 所以这就是妈宝的行径 不是 我同一个模式 是以前我寄生民进党 现在我寄生了国民党 没错 他怎么讲 他说就气量上 国民党还不如民进党 这话他也敢讲 保险你知道 妈宝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最怕什么 最怕独立 我家里的资源给你切开之后 你知道妈宝会完全崩溃 真的假的 当然是这样 他都要靠家里 那问题是家里资源没了 崩溃啊 要穿变变 所以他现在开始怨东怨西 怎么知道我签了 说我以后要叫怎么样 我现在开始 一直都走不出那个阴影 为什么 因为他最怕就是这件事 那是阴影 当然了 我们就讲 那种公子哥妈宝 最怕就是家里不给你钱了 你自己出去 自己出去 就原本的这个政治上的 靠东靠西 现在没得靠 所以他现在开始 不知道怎么 没有行程 你看开始之后 现在登记参选之后 礼拜六照理说 要开始起步 礼拜六没有行程 礼拜天 早上 我们说早上你可以去拜庙 他还没有庙可以拜 也不出去 他只有去教堂 教堂下午出席一个 这个年轻人开奖活动 那今天呢 今天新的 除了拍照之外 订装拍照之外 现在就是接受媒体的采访 所以他现在知道 哇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家里资源没有了 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走 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走 那你知道 事实上对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原本的家里还给你切 切八段 把你弄得清清楚楚 现在原本这样 你看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民众党不是寄生国民党吗 所以很多 很多议员可以合作嘛 比如说我的 如果有提名 十一个民众党的立委候选 当然有的会跟国民党冲突 他如果呆一的话 当时是得到国民党支持的 是 因为11月24号的时候 国民党已经下军令了嘛 不能让柯文哲来站台嘛 所以所谓的这个蓝白河之间来说的话 除了特定区域之外 可以说是完全破局 譬如说你看 以高雄来说 好 高雄第一选区 原本要跟邱宜迎拼 邱宜迎拼来说 国民党就说 那我们就原本这个民众党 推一个叫真盈利嘛 让你选 就被叫 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国民党现任的这个议员呢 林逸迪登记了 然后登记之后呢 结果国民党说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登 要支持我们的林逸迪啊 你说不是 我要跟你科匹划清界线 连你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也要划清界线 对 最后一秒钟 我猜啦 这也是国民党默许 让他去参选 登记这样的状况 另外有什么 北市第二选区 要挑战林淑芬的 原本呢 他们有个李友宜 李友宜呢 结果没想到 这几天的时候 原本是要让这个李友宜 去参选嘛 结果没想到 台北市的新议员 已经说 原本要帮他辅选的 这些议员都说 没有这件事情 甚至你根本不用讲 严宽恒 原本来这个 这个柯文哲 要去严宽那边演讲的 结果没想到 现在严宽恒就说 啊 你不要来 事实上还有很多 原本都已经要准备 邀请柯文哲来的小鸡 现在都一个一个 回绝掉他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现在柯文哲 被全面碰上 我刚才讲到 你礼拜五登记之后 礼拜六 你应该就干嘛 全力充斥 因为时间其实已经不够了 结果我们看到了 国民党跟民众 民进党 国民党民进党 那一天都有三场 大型的造势活动 只有民众党 今天柯文哲 一个人坐在家里 那你坐在家里 你的小鸡不就吓死了吗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整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里面来说 在趁着这个礼拜六 就是说 疯狂的大造势 譬如说你看侯友宜 侯友宜来 跑来跑去 就台北跑了 然后就能拉台 他们的这个参选人 然后桃园去 李毅林的这个场子 台中有去 这个江启城的场子 然后到台南 直到这个 这个所谓赖清德的本命区 我听说三万人到场 全部总动员 照理说就是这样 那民进党也是一样 民进党 这个花联大造势 各地大造势 这样下去之后 远然两军的气势都起来 现在是要往前冲的时候 结果你现在主宰在干什么 主宰现在在跟年轻人座谈 那主宰这时候在做什么 在接受媒体的这个call in 就现在 他接受call in 对 他就也就是说 你不应该当个大将军 帅着部队往前冲吗 问题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办法 他又只能够现在 东怪西怪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林卓水讲的非常多 非常有意思 他说一旦豁出去 魂话谎话 竟然可以这样肆无忌惮 他一直不断地讲 他说柯文哲最近讲的 都是魂话跟谎话 对他在这个 跟青年人这个座谈的时候 讲了什么 他说在野部分 还是我的这个支持度最看好了 第二个 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办活动 而是很多 他希望大家沉淀一下 然后我们不赞成那种 所谓花大钱 那事实上就是你没有钱嘛 再来说 蓝一直在骗他设下了局 然后最重要就是 除非幕僚看过 我再也不能够签字 所以他讲了非常多 他讲了那么多 在跟青年人的座谈的时候 照理说这时候 是你讲国家政策的最好时间 就没有 抱怨 他还是一直在抱怨 一直在讲这个 所以我跟他讲 他心里最深 最痛的痛是什么 我再讲一次 妈宝最痛的痛就是 你要他独立出去 你不要跟这个家里 所以他有阶段 所以他现在面临到一个 非常非常尴尬的局面 就是说 他现在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人 没有舞台之后 怎么走接下来的路啊